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我们现在看到五彩缤纷 总是能带给人们欢乐氛围的气球 是1824年由英国人发明的 21世纪的今天 气球已经能透过凹折 造型 延伸成为艺术创作和表演桥段 来自台中的高二学生严锐军 2024年参加美国一项网络创意气球大赛 最后以这支拿牙刷的鳄鱼夺冠 英雾也获得第三名成绩 同时严锐军也是这项比赛举办以来 获奖最年轻的台湾选手 另外擅长活动表演的柯南 总是用气球炒热气氛 一个简单造型的折气球 30秒内就能完成 他曾受邀到国庆晚宴上表演 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外交代言人 接下来带您认识这两位 以五彩缤纷的气球 让自己发光发热的气球达人故事 在制作过程当中 可能失败一次 失败两次 参加二组可能就是 尝试好第三次 花费总共的18个小时 现在那个 比赛总共活得这样 非常幸福很开心的样子 谁享用这支 2191 对我来说 我觉得气球是真的喜欢 人是认真喜欢的 他们这些孩子 我小时候非常开心 这就是我做表演者的一个成就感 这一支鱷鱼 他住牙了 然后去看牙医师 牙医师也很怕鱷鱼 牙医师其实也很怕鱷鱼 因为他会把手伸到他嘴巴里面 去把牙医师拔牙医师 到最后 牙医帮鱷鱼看完了牙医师 牙医师希望再也见不到鱷鱼了 鱷鱼也希望再也不要见到牙医师 牙医师就有送那只鱷鱼一把鱷刷 就用好好的刷牙 这是怕蛀鱷鱷鱼的故事 创作者是他 今年高二的彦瑞君 挑定颜色精准把长条气球充饱器 尾端留点空间才好发挥 接着手脸捏出一个短炮长炮扭转结合 过程中除了要承受气球摩擦的侧 耳耳声音还得随时保持阵地 面对突如其来的冒破声要触变不惊 严锐君能打败各国好手成为世界冠军 主要原因在于他比别人多了一点创意 我做一只鳄鱼好了 我可能就会网路上找可能实体的鳄鱼 或是Q版的鳄鱼 那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说 每个不同的部位用什么技法去呈现 那有那些概念之后 我再从脑海中构思 那气球是不是实际上做得出来 云瑞君2024年参加在美国举办的 创意气球大赛四项指定色中 投稿三项 最后在先人掌绿 以这只拿牙刷的鳄鱼 跟黄绿色组的鹦鹉 夺下冠军和第三名 也蛮意外的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赛 而且我是所有参赛者 应该是历年来最小的 那我觉得参加这个其实非常不同 因为其实会参加都是 各国的顶尖气球选手 然后他们在气球领域接受的时间 也有可能都是十几年以上的 那能在这个比赛中获得这个奖项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 肯定也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比赛要求特殊色气球 该怎么搭配 严瑞君细细思量开除清单 时间紧迫就需要帮手 前面车很多你小心一点 好啊 芒果旁边就看有毛类似的色号 好啊 和严瑞君相差一岁的哥哥 严瑞鹏已经被他训练成采买高手 等一下你就帮我 帮你这鞋 160Q牌 160Q牌 好像没有耶 260Q牌很胜 所以没有芒果好我们去下家看看 哥哥帮严瑞君四处找气球 早就是加强电饭 到我就是这家 面对各种型号 外行人看不出来的颜色差别 他现在就能一眼认出 260Q金属食物条 大家知道 因为他已经Q过几次了 然后也被推过几次了 所以都大家知道了 反正就是我当他小弟 对 很会稍微这样拉一下 要这样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他的差别不太一样 严瑞君对气球充满热情 每个细节相对吹毛求疵 连哥哥都佩服的五体投地 甘愿当小弟 在圆梦路上助他一臂之力 当然就是你要去控制他的泡泡大小 从这一小然后慢慢放大 再次重现冠军作品 光是鳄鱼身体 严瑞君致首用了七条气球 相互交作编织 复杂程度 犹如打毛线 思路要清晰 技法要纯熟 我当时先做头部 然后身体 其实身体因为扁的第一次 就觉得很失败 我觉得那个编织技法 不是我想要呈现的样子 第二版 第三版 就不断地去尝试 身体要怎么编织会比较立体 除了编织技法 严瑞君的气球创作 之所以吸机 都是他四创的堕门招式 现在就是要先松球 让它前段比较松一点 这样才能做出比较长的形状 打松气球 中间再活用所谓的抓斗技巧 才能把两颗气球巧妙结合 想要试试看 圆形气球还有哪些 不同的变化把我里面塞 跟260长条气球 等一下在里面重提起来 去雕塑它的形状 然后外面的气球 然后再从里面的长条球 我觉得会得奖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我使用了很多 比较不同的气球变化 例如在圆形气球 做一个预精相结 可能就会改变 它整个看起来的形状 也可能因为这样获得平等亲爱 完成之后就可能要去瞧一些细节 它的角度 然后它要加简易的摄影棚 拍照其实也花蛮多时间 可能要花个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来拍 你要抓到最完美的角度去呈现它 我有上网去研究过一般摄影棚 我们在长什么样子 冠军作品的摄影棚 出乎意料非常阳春 当中却处处展现 严瑞君废物利用的巧思 这个后子蛮去回收场景的 鱷鱼帮我转左边一点 好 它过去在旁边回来一点 就跟自家摄影棚一样 严瑞君的气球启蒙 其实并没有真正拜师学艺 我其实碰到气球 是在我四十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在我表现好的时候 可能就是会送我一颗气球 两颗气球来奖励我 我当时其实连打击也不会 我可能就把气球冲起来 就很开心了 气球不仅带给严瑞君 欢乐童年 还有安抚作用 小时候他去矫正发音 治疗师特意用气球引导 这个契机让他因此爱上摄气球 当年网路影片不多 他就翻书自学 遇上困难 跑去熟试的气球店找老板 打破砂锅 问到底 就会拿那个图片给他看 哥哥姐姐这个照片你的脚 要怎么去呈现 他们就会去拿那个气球 这样带着我手把手 叫我去制作 像这个环节的编织啊 这个熊尾姐要怎么捏 蓝色背心 红色大领结 她是氣球達人柯南 有她在的地方 就有孩子的歡笑聲 掌聲加進加進獲物的 柯南鼓勵 有沒有沒拿到氣球 有 好 就橘色弟弟 我們要準備氣球 這是什麼顏色的氣球 藍色幫我夾住 再來第二條什麼顏色的氣球 綠色 好 第三條什麼顏色的氣球 好 綠色 小朋友把五彩繽紛的 長條氣球夾在身上 看看柯南能變出什麼花樣 火雞的尾巴 還可以變什麼東西 還可以變成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 這是什麼 這非常可愛的 大章魚 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短短幾秒時間 要折出氣球造型 同時要掌握現場氛圍 到大放縱橋段 才是重頭戲 這是什麼 天鵝 天鵝 來 誰想要這隻 天鵝的誰 還有 來 誰想要這隻 大鴨九仙 他們這些孩子看我表演的時候 或是拿到我氣球的時候 哇 笑得非常開心 原來這就是我做表演者的一個 成就感跟快樂樂 即便一場一個多小時的活動結束 人潮散去 那些捨不得離開 圍繞在柯南身邊的小朋友 他通常都不會拒絕 這個是不是也要 還有什麼 隨便 我們以活動表演結束 可是我卻還留下來 折氣球給小朋友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今天 他沒有拿到氣球的話 我真的覺得 他可能會難過一陣子 我覺得我何必 因為那幾分鐘的時間 造成他們一輩子的陰影 有球必硬 但這回柯南遇到了街頭 隨堂考 準備測試他的 折氣球功力 我認真講這個 這個是我第一次做這種東西 小女孩抓著手裡的 大水鳥玩偶 要求柯南替他找個氣球同伴 也沒做過 所以真的是靠感覺去做的 我們就不做 展示高飛的翅膀 會做太久 我們大概一下就好了 短短幾分鐘時間 大水鳥出現了 造型 神韻都微妙微笑 今年三十歲的柯南 如此深厚的折氣球功力 其實是十年累積下來的成績 大學時期 他加入氣球魔術社 還沒畢業 就到街頭表演街活動 不過也曾遇到 讓他永生難忘的窘境 站在街頭上的時候 你會因為你的緊張 跟你的壓力 做不到你本來做得到的事情 這是對我來說 是一個滿大的事情 而且尤其是你在媽媽來的那一刻說 我的多萊姆好了嗎 然後我把氣球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做不出來前退給你 那一刻是一個 多麼尷尬的一件事情 慘痛經驗 讓柯南決定繼續苦練 不只是折氣球的造型 要在時間有限的表演裡 用氣球帶氣氛 速度才是關鍵 其實我覺得這種東西 就真的熟成生態 你看像我們這種雞肉雞 你真的不用去看話這種人 三十秒內完成一隻兔子 覆成問題 至於要訓練膽量 柯南在2019年 做了一項驚人挑戰 我要挑戰一個不一樣的事情 我要在陸地上 騎著機車滑爐當中 在那個年代 做這種事情是一個很虧疑的事情 就是沒有人會做這種風的事情 然後就騎在路上 然後曝光完之後呢 外交部的人就聯絡我 他說 我真的覺得 太欣賞你的氣球藝術了 然後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就是收到 然後國慶酒會 開 然後我就可能 折一隻小英總統給他 就氣球給他 還有做大支人給他 然後那個送給他的時候呢 媒體要曝光嘛 就拍攝出來 我一個非常好的大學朋友 就跟我講說 柯南 你好厲害喔 怎麼上了總統的IG 爆紅後的柯南 一個月最多可以接到 四曲場表演活動 忙不過來的他 還找了一個資深徒弟 你看CUS 整個不一樣的感覺 先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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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很沒默契也完了 那你先這樣 對對對 先這樣我們丟 然後往下 我爸現在大概在六十四歲左右 然後那時候他大概 我沒記得應該是二零二零年 他就快來跟我學氣球 然後那時候 欸你要不要學個氣球 要不要學個東西 他都沒有興趣 沒有沒有FU 就是你越不要他學 他就越想學 所以那時候隨便這樣 然後教他摺一隻小狗 他就 欸 你講到摺球 我說我靠有天分耶 好再教他摺一個比較近 欸 欸 也OK咧 怎麼可能 好 然後就開始 陸續就開始越學越多 本來就有分享作品影片習慣的柯南 乾脆也把父親摺氣球的模樣拍下來 PO上網 沒想到還比他紅 每一部平均我只要PO我爸的影片 那個社團裡面永遠都是兩三千個讚 保底一千個讚 我說哇 我自己做影片做那麼久 我頂多五百個讚 一百個讚 我做我爸 隨便都兩三千個讚 什麼回事 柯南爸爸還有可爹稱號 每當有活動 他都帶著自己的作品 當小禮物發送 這招來喔 他要上小禮物 他都要 他不是都要做 我怕想想說 我都要學 我都要跳舞代替做 我把蚵仔學 現在算是誰 只要有表演 柯爹就是柯南 背後那個男人 總是幫忙達理一切所事 不過父子工作上最常意見不合 是為了這件事 他每次都可以笑 他會自己笑得很開心 然後忘記按錄影 這麼好笑 然後我去說 你真的那麼好笑 回頭看 然後呢 沒有 然後就很深刻 那麼好笑 我竟然沒有錄到 一二三就交換過去 我因為氣球的關係 讓我跟我爸的關係 更爭進 雖然說整天在那邊吵架 但是我覺得 有吵代表感情好嗎 氣球對我的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他幫我完成了 我很多小時候想要完成的夢想 他可以讓我去讓整個社會 更加快樂和幸福 柯南以氣球綁緊人心 顏瑞娟以氣球編織自信心 兩位氣球高手 在各自擅長的領域 都是冠軍 也不要忘記收看華視新聞雜誌喔